大家好,我今天就要教大家去把Sony Xperia Z2是Wood機的 首先我們就要在手機上面進入去設定 然後去到最底,看到有一個關於手機 然後找到軟件版本,刷它7-10次 我預先已經開啟了開發者模式 我們進入開發人員選項 記住要勾選USB除錯 好,那我們現在就在電腦上面 回到電腦 那我們就要預先下載一個 EasyWood2 VE12.1.zip 的壓縮檔 我們就先把它解壓 解壓之後,我們就會得出這個 就是install.sh 一個install.bat 一個叫files的文件夾 那我們現在就運行install.bat 我們可以把手機連接到電腦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把手機連接到電腦了 連接到電腦之後很快就會運行完所有的程序 我們看到這裡寫著 Checking for Root 成功Root之後就會在這個位置看到Device Root 現在就回到手機上 回到手機上 我們就在手機上打開Play Store 然後呢 我們就搜尋 Supersu 好,那搜尋結果就是第一個 SuperSU這個形容程式 我們按進去 然後點選安裝接收 好,那夾了一會兒 它就會安裝完成 那我們現在就先把手機重新開機 大家好 那開機之後呢 我們只需要回到Play商店 然後搜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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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OT 空白鍵 C H E C K E R 那麼我們看到呢 這裡的第一項就是寫著Wood Tracker 那我們進去吧 然後就安裝這個形容程式 好,那隔了一會兒 它就安裝完成了 那我們現在只需要按開啟 那第一次進來的時候呢 它就會有一些聲明 那我們不需要理它 直接按一下右下角的Agree 好了,那現在呢 我們就按一下Verify Wood 那如果成功的話呢 它就會出現在這個 這個問你受不受遇 那我們按一下 好,那如果你已經成功的話呢 這裡就會寫著 Congratulations! This device has root access 好了,那我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此為止了 多謝大家收看